7月王宣某想過在中期孫時運用到國發會270年人口有夠報告關心台南生不如是的議題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社會福利 在老人年口增長的時候我們的財政稅收或者我們財政的負擔 例如說我們現在的老人健保已經實施 未來的財政負擔會越來越高 或者是說我們的長照政策要怎麼去因應 因為在的人口一定會越來越的老化 議員表示說人口若檢測包括生育、教育、努力和社會進行人有需要來做到農政 以免儘管說鼓勵這種人口所依檢測又有40年 但是恆改在教育方面可以占對平衡的消耗和混合 提早處理第二節才病後將好好主管做到優惠運用 等到那個時候才來收效 還是我們現在就可以先來略略的病效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面對而且刻不容緩的問題 假設我們現在慢慢的來做媒合這些病校 我們把省下來的金錢、經費用在我們現在的學生上 真的是這個併在一起 我們中國家庭是每一個前三年市場都有三百萬 三百萬我們問校長說夠不夠 他說接下來就用不完 沒用完怎樣放在學校當基金 所以我跟他們說未來你的學校所有的學校基金是全台南是最高的 所以市場也全力支持 也可以運用在免營養午餐費 這樣更多人會覺得說我的養兒育你的負擔會減少 我覺得這都可以好好的來思考 另外王宣馬也表示說 人口主人很減入的部份 獲法地區 大部份人是副省長 人口這麼省長 人是來自到南科、橫区、酒餅的一些人口來刷入 他們住大部份一種在安南区 安定加利省華西港頂所在 他沒有大型導致環境的大型地區 三年來人口減少6,198人 這個是現在我們都生不如死 我們台南要怎麼吸引人口來 讓我們變成一個宜居的城市 他就希望市政府可以在 新興科技商業的苦水之下 帶動到獲法地區的商業升級和轉型 來為獲法地區組織到經濟活力 我們聽新聞,待會兒先來給他採訪報道